同学们好 今天开始我们共同来学习行政管理学这门课程 行政管理学是一门什么样的课程呢 如果要给它下一个定义 那我们可以这样说 行政管理学是研究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 依法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机关内部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 及其一般规律的科学 这个定义好像特别绕 这个国家的权力机关和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关呢 其实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国家的权力机关 就是我们说的立法机关 而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政府或者是内阁 以我们中国做比方 在我们中国的话呢 国家的权力机关就是全国人大 而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就是指的国务院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政府 不过在这儿呢 我们需要特别做一点说明 也就是说 作为国家权力机关执行机关的政府 它是狭义政府 因为如果是在我们平常老百姓嘴里说的政府 可能是一级政权的意思 而我们在这儿所说的政府 仅仅只是指的国务院系列 也就是我们说的人民政府 也就是说政府它不是一个机构 它是一个系统 那么这个系统里头 它不仅包括我们所说的国务院 还有国务院所属的所有机构 及其工作人员 还要包括各级人民政府 各级人民政府里面的公职人员 他们的活动 那国务院系统及其公职人员的活动 干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要对国家事务 社会事务 还有自己的内部事务进行管理 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事务呢 国家事务 就是比方说 国家的发展规划 军事的 外交的 这样一些事务 而社会事务呢 比方说在我们中国 13亿人的衣食住行 各个方面都属于社会事务 当然还有就是机关的内部事务 机关内部事务的复杂性 一点也不亚于 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管理 为什么 大家设想一下 就我们中国来说 仅仅一个国务院 就有25个组成部门 还有 这个特设机构 直属机构 国家部委管理的国家局 直属事业单位 还有办公厅 等等大大小小 加起来一共74个 这还只是一级政府 如果 在我们宪法规定 中国有 四级政府 除了中央政府以外 还有省级 县市级 乡镇级 这四级政府 每一级都有大大小小几十个机构 然后这些不同层级的机构之间 他们有纵向的关系 还有横向的关系 也就是说 从中央到地方 以及各个政府部门 他们各自的职权划分 以及他们之间的权力的配置和相互的关系 还有就是这些机构里的工作人员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公务员 那么公务员有多少呢 有716万 700多万公务员 录用 培训 考试 讲诚 所有这些事物 都属于我们说的 机关的内部事物 我们想一下 这么多的事 这么多的人 是不是需要专门进行研究 研究他们中间的规律 制定一些规则 如果都按照规则来办事 是不是就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还可以减少失误 可以预防腐败 当然我们说 如果靠我们这门课程 把所有这些问题都进行研究 也是不现实的 时间是不够的 所以实际上呢 我们这门课程 主要只是进行三方面内容的研究 这三方面 第一个就是对行政管理主体进行研究 第二个 对行政管理主体的约束因素进行研究 第三个 就是进行行政流程的研究 我们先来看行政管理主体研究 在这一部分里头 它主要包括政府的职能 行政组织 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 以及公共部门 人力资源 行政主体是我们行政管理学的核心部分 这些内容之间是存在非常清晰的逻辑关系的 作为国家职能组成的政府职能 它是全部行政管理活动的一个起点 也就是说 政府要做什么和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 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主要的内容 而政府职能的抽象性又决定了 它必须以行政组织作为载体 行政组织 不同层级的行政组织和行政部门之间 他们的联系方式 他们的管理体制是需要深入研究的 因为不同的管理体制和中央与地方之间 用不同的结构形式直接关系到行政效率 当然在行政组织里 真正开展行政活动的是人 也就是我们说的公务员 那么各级行政组织里面的公务员的 选拔任用培训也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行政行为的约束因素研究 这些约束因素 第一个就是公共财政 第二个是行政法治 还有行政伦理 以及政府形象 也就是说 公共财政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政府行使职能的时候 它的经费 经费从哪来 然后用到什么方面去 还有呢 政府组织它是公权力 公权力是法无授权不可为的 所以行政法治也是必须要研究的 政府的公职人员 除了要遵守法律以外 还必须遵守特殊的职业道德 这就是行政伦理 当然 政府的工作 还必须要考虑到自身形象 那么政府形象 它所解决的问题 是提高公众 对政府的认知度 满意度和 美誉度 这些方面 那政府形象的研究 在这方面 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个方面 就是我们进行行政流程的研究 行政管理作为管理的 一个专门领域的管理 这个管理的流程 就会包括行政领导 行政决策 行政执行 行政监督 还有一个绩效的评价 那么这样的 我们的编排 也是尽量按照这样的顺序来进行的 当然最后 我们还要对行政管理的发展严格 以及它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这些就是我们行政管理学 这门课程的主要内容